大哥人家讲这个江鱼和鱼有寄生虫 你们这边人承认不承认这个说法 寄生虫 对 鱼生 这生的东西都没有 鱼生虫那是不可能的 平时你们吃的山菜啊 葱花啊 里面都是有的 这是两片砸在一起 就是牙齿那么厚 这样打开的话就没有那么厚了 因为它是两片 它是双筷 打花刀 然后切一块一块的那种 这个叫什么切吧 鱼生啊 我们从小学到大的做鱼生 做鱼生就是越快越好 正常一条鱼上桌得多长久 多久 正常啊 上这种鱼的话五六分钟随便上 这个鱼太摆盘 如果这样摆的话 平时客人是爱骂的 我们这里很少给摆盘的 那时间又浪费 本来是鱼生就吸那个鲜度 所以说呢 鱼生一定要快 做工也要快 上桌也要快 成约三斤半到四斤半左右 那是最好吃的 鱼生的话一斤两斤三斤 它是最好的 鱼生越大越好 咱们当地人吃这个比较多是吧 对 有一些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鱼生的口感比较脆 我们鲜的很少吃薄片的 不用那么薄太薄了没有口感 都吃大块的是吧 偏厚一点 切片了 后一点点 不那么薄 鱼头可以拿来煮汤 鱼骨可以拿来椒盐 里面有植树叶 那个山菜 白萝卜丝 那个姜丝 那个腊料 然后鱼生炒 所以叫酸兆头 山黄皮 山上的野生的 这个芋头丝 这个拿芋头来 豪生丝 然后 下干 炸 然后拿来炸 这个配料都是包含在鱼生里面的 一起蒜 这个蒜在鱼生里面的 这些都不要钱 可以免费加是吧 对可以 大概有多少种你数过没 看上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八 咱们这是一年四季都吃鱼生 还是有专门的季节 没有 一年四季都吃 吃这个鱼生不但要有口感 而且要有美感 摆盘特别重要 反正想吃的就是隔两餐天就吃一次 你们这边是不是每家每户 都从小都会做会吃这个 是啊 从小啊 大人的七八十岁还要失误 中国鱼生 中国鱼生看两广 两广鱼生看横线 今天老板给大家尝一下鱼生 最原始的吃法是不是先吃一片生鱼生 就是什么料都不加的 对对 这里边是放了花生油蒜 小米辣还有酱油的 好脆啊 好脆啊 好脆 好脆 脆一下啊 嗯 很多人说腥这样吃腥吗 不行一点都不香 而且有那个花生油是吧 对 那个味道包裹了一点 特别脆特别香 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个要一点点青料而已 然后要一点洋葱 这个洋葱丝 几颗花生米 拌一下拌一下是吧 对拌一下那个料 这样吃口感更丰富了 对 因为它这个青料里面有五六种那个叶菜 再加上那个姜汁 还有那个萝卜汁 它那个味道就比较丰富 咱们姐 咱们是从小就这么吃是吧 就是最原始的吃饭 对 以前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 不吃鱼生 不吃鱼生味 吃了鱼生 百鱼无味 确实 以前老板也经常去吃日料啊 那个三文鱼的口感 跟这个鱼生根本比不了 它咬到嘴巴里边 第一感觉是脆 它那种脆是嚼到嘴巴 会有声音的那种脆 特别爽 还有一个小笑话啊 大家都说了 横线的男人不会做鱼生 就不要嫁 是不是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笑话 因为我们是 我们靠近江边嘛 以前我老爸也是打鱼的 所以我们家就很早就结束这种 就靠江吃江嘛 对 你们家是不是 你们从小即逝就开始吃鱼生了 对啊 我从小吃到大了吃鱼生 那才新鲜嘞 刚从江里补上来 直接就吃掉它 是不是 对 好爽 真的好爽 这弟兄俩的店 虽然就是一个大排档的感觉 桌子加起来没有十张 但是员工就七八个 而且啊 我今天下午来的比较早 都已经做爆满了 咱们家这个店的生意真的很好啊 对 肯定是品质过关生意才好的 站一个 我今天下午比较不得到 这里是昨天